我看了一瞬 一瞬 我看了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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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速四輪 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講一下本季秋帆中的賽車番 MFGhost 中文翻譯是燃油車鬥魂 這一部原作是在週刊YoungMagazine上連載的漫畫 作者與頭文之滴相同都是從野秀衣 MFGhost同時也是頭文之滴的故事續作 這一次擔任MFGhost的製作公司是Felix Flame 過去也曾經製作過頭文之滴劇場版三部曲 看公司的簡歷3D CG製作方面特別的厲害 除了頭文之滴以外 2020年還負責大家都很喜歡的環遊遊戲Nekobala的動畫製作 在各種意義上來看都是一家很擅長開車的公司 監督中置人野也曾經指導前面提到的頭文之滴劇場版三部曲 不過老實說劇場版的評價褒貶不一 大家都覺得劇場版三部曲有點被魔改過頭 省略了一些賽車細節 拓海的形象跟漫畫差太多 變成了會在開86比賽時熱血說話的賽車少年 不過我自己是很喜歡裡面的賽車場景 像是拓海用水溝怪跑法超越起界 以及跟兩界的對決畫面 比起舊版都變得更有魄力 還有內田真理配音的夏樹真的是特別可愛 完全可以理解拓海暈船的理由 夏樹新的水衣買了 超可愛的 說到底頭文之滴的故事本身也是因為 拓海想要跟夏樹去海邊玩才開始的 沒有人能夠想到是因為夏樹的泳裝 才徹底改變了群馬的飆車生態 作為頭文之滴的粉絲 我其實也很期待這一次的MFG動畫畫 MFG的故事背景 發生在頭文之滴故事的二三十年後 細緣202X年的未來世界為了響應環保的關係 所有車場的內燃引擎汽車 都被電動車或者是氫燃料車給取代了 這個背景也是對應現實生活中 歐洲議會也已經決議要在2035年 開始停售使用內燃機引擎的汽車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日本誕生了一項賽車運動 是以市區山路和高速公路作為賽道 選手必須駕駛著內燃引擎的汽車來進行比賽 這項比賽名稱被稱為MFG 在世界上擁有3000萬的觀看用戶 獎金也相當的豐厚 單戰排名第一名就可以獲得1億日元 年度總獎金更是高達10億日元 但是想要獲得第一名 光是靠一台好車是沒有用的 賽事的創辦人Ryu Takahashi有立下一條規則 就是抓地力重量比平均化 車子得配合重量來調整輪胎的寬度 過去常見的那種利用減輕車身重量 增加輪胎寬度來獲得更快的過彎方式已經被限制住了 在這樣的規則下可以確保大家車子的玩速相當 而為了能夠跑出更快的速度 大家都選擇了平均性能高的車子 這也讓比賽逐漸變成了高性能超跑的天下 而這個創辦人Ryu Takahashi 自然就是前作中的高橋兩屆 Project D的10號之後變成了MFG的執行長 這一次故事的主角夏向利文頓是脫海的徒弟 也跟脫海一樣是一名天才賽車手 並且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英國著名賽車學校 皇家多寧頓公園賽車學校 本身是一名混血兒 父親是日本人母親則是英國人 為了尋找父親的下落來到日本參加MFG的比賽 參加比賽時使用了父親的姓氏片桶 以片桶向下的名義駕駛著GT86參加比賽 目前動畫已經播出了兩畫 整體的觀感還算不錯 配上Eurobit還是很有過去頭文字D系列的味道 尤其是第二畫最後的結尾 下向突破死亡區之後的髮夾彎 跟脫海一樣利用煞車製造出賀中轉移的煞車甩尾 對比漫畫製作組還很用心的 新增了過去脫海駕駛AE86過彎的畫面 應該很多頭低迷的心情也跟死號一樣 真的是滿滿的情懷 過去AE86因為想馬力的關係 為了不讓車子在彎中失去太多速度 並且在出彎時保證引擎能夠持續維持在高轉區間運作 才採取這樣的跑法 盡可能的提早入彎 並且利用最短的路徑出彎 不進行方向盤的反打把極限的AE86 控制得像自己的手腳一樣 脫海這樣的過彎方式也被良界稱為如同藝術一般 而現在下向所駕駛的GT86也完全繼承了脫海的跑法 之後盧之湖的比賽也還會看到下向大量使用這樣的技巧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跟前作有關的彩蛋被放在動畫之中 第一畫最開始的觀景台 就是當年良界跟死神見面的相根大觀山觀景台 收費停也是最後FC跟GTR決戰的地方 最開始負責解說故事的旁白是拓海的聲優三目真一郎 也承接了頭文之低劇場版三部曲最後的彩蛋 拓海在球迷的山路上遇到了神秘的GT86 負責替駕駛配音的人也是三目真一郎 GT86又是AE86的後繼車型 很有成先起後的感覺 在下向去找續方的時候 續方的車廠裡面就擺了過去齒骨跟劍2同款的座車 Sylvia跟180SX 最新的第二畫還有製作組也新增了良界登場的畫面 動畫檔應該會比較好奇的是 為什麼下向可以住在戀家 那是因為下向的母親跟戀的母親是大學同學 兩人的雙親也相當的熟識 加上戀的父親也相當喜歡賽車 所以在下向的母親過世之後 想要尋找日本父親的下落時 受到他們很多的幫助 動畫還稍微省略了一些細節 這次賽前因為規則的關係 下向完全沒有試車的機會 比賽當天是下向第一次駕駛GT86 然後鏈在Angel之中其實也相當的有人氣 除了駕駛GT-R的項葉順之外 還有很多粉絲 官方還有提供專門跟拍Angel的鏡頭 下向在進入第三區段的時候 有追上比自己還要提早一分鐘出發的S2000 故事裡面最大的爭議其實還是日本的國民跑車 居然可以痛電外國的超跑 被大家吐槽這實在是太唬爛了 不過下向駕駛GT86在MFG抓第一例重量比平均化 這條規則之下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贏面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條規則就是為了想要馬力的GT86而誕生的 一般的超跑為了配合大馬力 都必須使用比較寬的輪胎來提升抓地力 因為這條規則的關係變成必須配合車重來調整輪胎寬度 剛好限制了大馬力車型的速度 輪胎也只能夠使用指定的兩家廠商 架上賽道距離非常的長 中間除了街道之外還包含了山道 那馬力的超跑在蜿蜒的山道上 因為馬力太大反而逃不到優勢 常常出彎還沒有開始加速就要馬上減速進彎 過大的馬力反而造成輪胎耗損得更快 所以與其不斷增加的馬力還不如在操控性與馬力之間取一個平衡 兩界與拓海在球迷對戰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兩界特別將FC的360匹馬力降至260匹 在MFG之中勝負的關鍵就是車手該如何使用輪胎 如果一路都毫無顧忌的全速前進 那在關鍵決勝的時候就有可能因為輪胎被用完而敗下陣來 過去在秋名山兩界就是因為前輪抓地力不足才敗給拓海 這條規則有稍微感受到兩界的惡意 另外下向還有一個才能就是能夠對賽道過目不忘 MFG的比賽有規定只能在排位賽前7天進行賽道測試 還只能試跑部分賽道而已 唯一能夠參考的就是MFG官方的攻略影片 動畫在第二話就提早透露出來 負責拍攝攻略影片的是一台黃色羽工套件的FD 駕駛那輛車的自然就是兩界的弟弟起界 下向就是靠著官方的攻略影片 一路在第二話瀰漫大悟的死亡區域裡面全速前進 靠著GT86較輕的車重 還有對於賽道過目不忘的能力 一路殺入預選賽之中 順帶一提下向所駕駛的GT86後繼車型GR86在2021年登場 中國的豐田為了紀念Toyota86車型10周年 還幫GR86製作了一段宣傳廣告 拓海的AE86在球迷三季硬皮殺之後 又再一次敗給老爸的新車GR86 這次拓海還透過車窗確定開車的人正是文泰沒錯 仔細看文泰開的GR86還是左駕的版本 拓海的AE86則是右駕版本 兩台車一靠近拓海一眼就能看到駕駛座的人 回到家之後拓海看到新車還一臉不可思議 總之MFG的動畫到目前為止的改編都還算是蠻用心的 光是能夠再看到頭文字D續作我就覺得很感動了 這一次女主角的聲優還啟用了左倉鈴音 練跟夏樹一樣會常常用自己的名稱來稱呼自己 對比漫畫練在動畫畫之後有了配音也變得比較可愛 有一點果青儀色的感覺 第一話音樂監督還惡搞了練跟夏象兩人第一次見面的橋段 當下就把聲音做了模糊處理 來還原漫畫裡面練被夏象電到的感覺 不開彈幕的當下我還以為是電腦壞了 而且大家也可以放心這一次的女主角不結爸爸活 也沒有NTR的問題可以安心觀看 那麼這一次介紹MFG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Bye